我们待会看到台海危机被国际媒体公认 还是在2022年全世界冲突的热区 那我各式各样的报道都认为 2022年在台海之间 可能还是全球关注的一个目光焦点 那为此国外的媒体就非常好奇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台湾的军力能够抵挡多久 军力的实力在哪里 于是近来我们就看到国外的媒体路透社 特别做了一个长篇的报道 来好好报道台湾的军事实力 那么今天大世界话题带你快来看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到 这个全世界是怎么看台海情势的 那首先要带你看到的是中国的国台办 国台办就认为2022年台海的斗争 不排除会更加尖锐 但同时间也要怀柔 他说但两岸还是一家亲 尽量不要发生什么冲突 那另外只要带你看美国的智库怎么说呢 美国的智库则认为不会有战争 但是中国依旧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风险 那美国还有一个这个网站认为 我们叫冲突战争热区 全世界当中这个第二名就是台海这个区域了 但是整体来讲大家小结论是这样 风险非常高但真的会爆发冲突吗 好像也不尽然 也就是风险系数高但风险可控 大致上我们看到全球目前的一个状况是如此 但是我们就继续要带您来看到了 那是2022年一开年 您马上看到中国不断的共机又来到台湾 像逛花园一般的 呃才这几天啊 今天才一月几号啊 都还没有到一月中呢 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共机不断来台 呃至今已经52架次 从一月一号到现在啊 这么多 那光是在去年呢 2021年呢 总共有960架次 呃这个数字呢 都已经是屡创新高 甚至呢 中国方面还讲 就是要让你们习惯成自然 然后最后就两岸一家亲 然后习近平主席还这样说 反正统一是两岸人共同的心愿嘛 所以呢 这个军机到你那边去走走逛逛 很平常 大家就平常心看待 但无论如何 台海之间的情势 依旧是全球的目光焦点 2022年的第一天 中共军机就到台海大秀军事肌肉 似乎是在暗示新的一年 台海紧绷情势将会持续下去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真诚期盼 全体中华儿女 携手向前 共创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新年贺词中 再次向台湾宣扬大中华情怀 怀柔的同时 解放军却对台强力施压 根据我国国防部统计 2021年共机扰台多达958架次 数量是2019年 2020年年度总和的两倍 然而中国国防部呛瞎 实际出等飞机架次 比我国公布的只会多 不会少 今年以来 解放军常态环台岛组织 轰炸机 侦察机 尖击机 等开展巡航 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 多军兵种力量 联合战备警巡 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 联合对海突击 联合对陆打击 联合防空作战 等实战化演练 实际出动飞机架次 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 只会多 不会少 中国国台办在2021年的 最后一场记者会提到 今年中国将采取有力的措施 因此台海局势将会更加复杂严峻 不排除我们跟民进党军 某种挑衅和外部势力 插手干预的斗争 可能更坚韧 更激烈 那么但是呢 我们坚信 我们握有主导权和主动权 我们的政策非常清楚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的前景 一方面说坚决粉碎 台独分裂图谋 一方面又说尽全力争取和平统一 不免让外界担忧 2022年台湾海峡会不会引爆战争 根据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资讯公司 欧亚集团公布的 2022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 有一大吃块专门讨论台湾问题 分析指出 由于美国和中国都忙于国内挑战 无暇触发这个危机 因此这项报告认为 台湾被侵略的风险被夸大了 但北京仍会继续恫吓台湾 而台海周遭国家也不会袖手旁观 日本配合美国印台战略 调兵遣将防范中国 凸显台海的情势紧张 日本已经不能置身事外 前首相安倍晋三更喊出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安倍喊话要习近平不要误判情绪 贸然采取军事行动 美日也积极深化军事合作 今年1月7号召开的外长防长2加2 视线会议再次强调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还点名中国破坏国际秩序 美日的军事动作不断 背后的用意当然是剑止中国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步步高升 两岸关系因而随之起步变动 2022年的台海局势 恐怕还是持续紧绷 三立新闻业立委报道 好 那我们看到既然这个国际社会都公认的台海呢 将会是2022年哦 这个大家认为冲突热趋嘛 那于是呢 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 那台湾有能力自保吗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哦 你说这个美国怎么样评估 英国怎么评估 欧盟怎么评估 我们来看对岸中国如何评估哦 中国呢曾经有这样的学者分析 如果真的两岸开战哦 那么台湾呢 优势在哪里 中国也会做两岸的一个军力的比较报告嘛 那当然啦 这个平心而论啦 我们是被对岸碾压嘛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优势吧 中国是这样子评估的哦 中国的学者分析 中华民国国军有四项优势 他说首先啊 我们会有战略预警能力 他说如果中国企图要武统台湾的同时 台湾应该立刻会知道嘛 所以呢这个预警的系统 他说这个 台湾可以掌握对岸的敌情 这个方面他认为做得还不错 另外呢 中国学者还这样讲说联合质押作战哦 这个部分呢 这个台湾做得也不错 台湾的一个国军 他说我们马上这个 在整个军区啊 这个台湾岛 然后跟这个离岛怎么样联合作战 这个部分呢 台湾的国军还不错 另外还有联合的防空作战能力哦 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共机进来频频的来侵扰台湾的西南空域 他就是要不断挑战你 然后他要尝试着 他要摸索出 到底共机过来 台湾的空军会用什么样的阴影方式啊 那为什么他要不断不断的做测试呢 就是中国的学者曾经分析 台湾的联合防空作战能力很不错哦 这个部分呢 他认为可以嚇阻到这个解放军的空军 这才是为什么 我们不断不断会看到 中国解放军空军一直到台湾来做压力测试 另外呢 中国的学者呢 他就讲台湾的整个整体的防御体系呢 其实是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如果哪一天真的要武统台湾 要好好的研究的哦 所以呢 这四项优势呢 是中国的学者所做出来的 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大家来做分享 不过呢 台湾的实力到底在哪里哦 全世界都好奇 所以呢 近来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哦 不断的有类似的一些长篇幅的报道 在评估台湾的实力在哪 我们自保的一个状况如何 其他国家需不需要来帮忙吗 好 那我们来看这路透社最近做了一个 长达六分钟的一个长专题 就是在介绍台湾的海陆蛙人 陆军的特种部队哦 然后他说海陆蛙人呢 有这个两期三期的作战能力 然后能够水下渗透啊 有突击的任务可以搞定 然后他特别呢 去介绍了怎么样训练这些蛙人 有克难州六天午夜 非常非常严峻的训练 还有天堂路最后结训的时候 你要这个赤身裸体 然后爬过非常尖锐的石头 当作你的结业式 那我们就来看看国际媒体眼中 怎么看台湾的军事实力 体格健壮的学员双手背在背后 只穿着一条短裤打赤膊 在凹突不平的孤老时上爬行 表情相当痛苦 忍受着生理上的不舒服 看在亲友眼里实在心疼 只能在一旁大声加油 这是2021年海军陆战队 两棲征收专查班的综合考验周 经过重重考验 学员终于迎来最后的天堂路 通过的人就能成为合格的两棲蛙人 两棲征收大队顾名思义就是拥有陆海 和空中侦察渗透能力 一旦爆发战争 蛙人是最早投射到敌人阵营的部队 在成为正式征收队员之前 每位学员都必须在集训队中 先接受8到12周不等的两棲专长训 训练课程大致分为跑步 游泳 操舟等三大部分 这是每位学员最痛苦 却也是最美好的回忆 冷到直发抖也不含苦 带着装备全副武装 大大增添水下活动的难度 本期开训时共有31人参与 经过9周严格训练与筛选后 只剩下15人参加综合考验周 淘汰率将近一半 当第三天第四天被邵子生叫醒时 就觉得说怎么那么累 又开始面对了 可是都会跟自己讲 一定要和家人在22号的天堂路见面 因为跟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这是给自己的唯一的信念 综合考验周又是另一个考验 从凌晨开始每天分为四节课 每节测验时间长达五小时 间隔一小时为用餐休息及整理器材 全程验周项目包括长跑 长泳 操舟 鼎挺行军 军用格斗 沙滩竞技 基础潜水 水域渗透 路上渗透 重装行军 以及侦查等项目 就连顺利结训的挖人也说难 最难的我觉得是时间的调配 因为他中间没有休息 就是可能只有四五分钟 让你去厕所或者是喝水 然后就要继续进行下一个科目 连续的六天午夜 然后昨天也是没休息 然后直接接着天堂路去做 综合考验周的最后一关 是只要通过该项考验 就能结束地狱般的痛苦训练 宛如飞上天堂的天堂路 学员必须一番滚爬等动作 在五十公尺的孤老石路上提进 最后有指挥官亲自给予挖人避章 家人在把糖果亲手味到他们口中 象征苦尽甘来 教育班长强调 花人属于特种部队 所以必须比一般单位 拥有更强的意志力 因此这一连串的考验 都是希望他们结训后 可以面对未来的各项挑战 导家为国 不怕死 为什么不怕死 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我爱台湾 为台湾付出生命是一定要的 三菱新闻一流报导